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77號哭心女孩 她的媽媽臨走前一直吐一直吐 她眼睜睜睜看著她寢生吐得走到 全部都是噴出來的黑血 她就說媽,我們去醫院好不好 結果這句話是她跟她媽媽最後的一句話 55號哭心女孩跟我說 她爸爸是一個慣性賭徒 她從13歲開始就要半工半讀 她永遠忘不了 高利貸整個殺過來到她家 我房間的那張床 可能起碼有超過300個女生在上面哭過了吧 哭心女孩這個作品我從2011年開始拍冊到現在已經6年的時間 約的人可能起碼有七八百個人 拍了超過500個女孩子 在2017年的時候終於集結成冊出版 笑容是很容易可以裝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說 哭泣極定是比笑容還要更真實 我從一開始就是從網路上邀約這些女孩子們 就是一個一個發訊息的詢問她們 我會講清楚是我家 所以如果她們真的很擔心想要找人一起來 我都會說OK 所以她們就不會怕了 她其實會是比較暗的房間 然後但只有一盞燈 所以那個氣氛是很 很像告解式一般的環境 她們就很容易會專注 請她們訴說什麼事情讓她們傷心 通常邊講就會開始掉眼淚 每個人不一樣 那曾經最長有兩三個小時 然後曾經最快也不到十五分鐘她就哭了 她們來做這件事情就是決定 希望把這個故事 她們的眼淚留在我這邊 然後她們就可以展開她們新的生活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個故事是 有個女生她在來拍攝的當時 就是突然接到一通電話 她弟弟出社後她已經去世了 在一個多月之後 那個女孩她傳的訊息過來 問我說不知道妳還記不記得我啊 她希望在她生日那天跟我約 說把這件事情把它完成 拍了這麼多女生之後 我覺得其實因為感情的哭 反而是比較幸運的 那有些女生的原因是因為家人 可能是父親有家暴的問題 然後有酗酒的問題 我更能理解說 那個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 這個哭泣來並不是五百件作品 它其實是一件作品 我用各種事情難過 她們很多人都是哭著來笑著走 拍哭泣女孩 能做的其實不多 就是傾聽 然後讓她們有個出口去宣洩 希望她們能夠真的過得很好 好